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在每周同一时间准时锁定 自由亚洲电台中国热评节目 我是助程景萱 今天的节目将来关注 天津市委书记换人背后的玄机 以及辽宁汇雪案震惊中南海 那么今天来到演播室参加讨论的是 美国智库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宜梁教授 夏教授您好 以及通过skype参加讨论的 明镜集团总台何平先生 何平先生您好 您好 大家好 中纪委9月10日宣布 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黄清国 因涉嫌重大危机正在接受调查 此后三天内 天津市处于既无市长也为书记的罕见状况 对黄清国落马的原因目前仍然不清 新华社13日报道 中共中央决定由李鸿忠任天津市委委员 常委书记 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 黄清国不再代理天津市委书记 免去其市委副书记 常委委员和市长的职务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办理 那么随着这一任命的出台 引发了大家这个议论纷纷 首先是对李鸿忠这个人的评价 和他的政绩的一个议论 我想先听一下两位嘉宾 对这个人的一些评价 夏教授 李鸿忠比较有名的是因为 几年前有一次人大开会的时候 一个记者用录音笔采访他的时候 他竟然把记者的录音笔夺去了 而且不归还 当然事后经过协调以后才还 就是这种动作做法是非常粗鲁的 如果在西方国家就凭这一个事件 他就应该下台 那么过去他当过深圳市委书记 他在很多做法上面 就是说讨中央的欢心 但是市民都不喜欢他 在湖北也是这样 看来这个人很会讨上风的喜欢 比如说这次的刚刚上任没几天 他已经表态了 就是说要向习近平这个新的核心 要表忠 要支持习近平这样一个新的核心 我们知道在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 习近平曾经受益几个省的省委书记 表态说要支持新核心 但是后来就不了了之 因为没有太多的人支持 尤其是政治局那些大员们没有支持 所以习近平想成为新核心的这样一个企图 应该说是流产了 那现在新的一轮 就是由李鸿忠刚刚接替天津市委书记 这样又开始一轮新的这个表忠的这样一个做法 我想可能跟十九大布局有着密切的关系 好 何平先生 您对李鸿忠这个人怎么看 夏教授刚才讲了 我觉得他讲的原因 恰恰就是李鸿忠能够升上去的根本原因 就是他对这个老百姓 对记者很粗暴 这个对夏季的粗暴 是中共官场的一个普遍的这个现象 第二个条件夏教授也讲了就是要排领导的这个马屁 当然我跟夏教授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核心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这个核心不完全是这个李鸿忠个人排马屁的原因 也不是这个习近平现在要提核心遇到多大的阻力 对于习近平来讲 我不认为他在党内受到根本性的这个阻力 不是在于他有多大的能力 而在于就是他的政治对手都非常的软弱 几乎每个人都有问题 好的 那么除了对李鸿忠这个人的评价之外 其次就是大家对这个黄新国落马的原因猜测纷纷 我们知道之前这个黄新国也被视为进入 中共十九大政治局非常有利的人选之一 那么这次对他的落马有这样几个猜测 一个是说他家族内部贪污腐败 另一个是说中共内部的派别斗争 那两位嘉宾觉得是不是还和之前这个天津大爆炸案有关呢 夏教授 老百姓是一直觉得大爆炸案应该有个相应的处理 但是呢当时黄新国好像中央还没有让他承担责任 但也有人联想说这次是不是跟大爆炸案是有关系 是一个滞后的处理 但是从中共的一贯的这个做法来看 它其实不是用向人民交代 它只要向这个党内的这些大佬们交代就可以了 所以可能也不是关键原因 在这之前还传了一个 有一个传闻说是张春贤要接任这个天津市委书记 但是呢张春贤有一个举措是非常领人注目的 就是前今年年初的时候 三月份在两会期间 他说了一句话 就是当时人家问他要不要支持习近平这个新核心 他说了一句话说再说吧 这等于是公然的向习近平权威挑战 所以有人说这个张春贤作为这个江的人 他还是有点想反扑 那么这次呢没有让他当让这个李鸿忠当 在我看来还是有一点关系 虽然讲从根本上来讲这个江派也好 还是习派也好团派也好 他们都是共产党的官员都是一回事 从本质上讲是一样的 但是毕竟还有一个这个清静欲否啊 或者是更加这个怎么讲呢 就更加听话还是更加效忠的这个方面 还是有些差异的 好 何斌先生 您对这个黄新国落马的原因有什么看法 我们直接排出法 就是第一个是腐败问题 就是大家肯定会炒作一些 尤其是中国官方的媒体 会炒作一些说黄新国家里又是他的哥哥弟弟 或者是什么亲戚或者是他的某一个部署 有腐发的问题 或者他个人又养贫富啊 或者是个人又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不是原因 这个原因我们首先排出 如果要是这是一个原因的话 那中共就没有官员了 因为几乎所有的高级官员都有这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夏教授也讲得很对 他不可能是因为要承担政治责任 如果要承担政治责任的话 那湖北啊 那这个四川啊 那上海啊 还有很多地方啊 这个这个这个到处都发生 大大小小这样的事情 那是不是应该承担责任呢 那么我们就是 从另外几个排出了这两个 这个大家都认为是 这个讲得比较多的理由 我们先把它排出 那剩下的就其实只是 另外几个理由了 一个就是这个 他得罪了某一个大脑 那我们知道他过去 能够跟大脑有关系的人 无非不过去是五个人了 那主要是五个人了 一个是这个张德江 后来又是在习近平的手下 干过了一年 那习近平多少跟他也是有所接触的 那么他又后来又再到天津去 跟夏宝能代调以后 到天津去当这个市长期间呢 市委书记是张高丽 另外两个人呢 一个是温家宝 是天津人 一个是李月凡 那天津基本上是李月凡和这个 温家宝的腐败基地 那么黄新国是不是在利益上得罪了他们两个人呢 不是很清楚 但是这个是一个地方官员 一个重要的官员下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就是他得罪了某一个大脑 或者筹集到了某一个大脑的 侵犯到了他的利益 所以他可能下台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正式重新洗牌 就是有人盯住了天津这个地方 不一定是李鸿中 可是李鸿中的老板 或者是其他市里盯住了这个地方 因为成为天津市委书记 19大以后就基本上会确定进这个政治局 所以为了侦措这个位置呢 可能进去找到这个 对这个黄新国下手的这个理由 好 那么就像刚才和平先生提到的 说这次换人事件也被解读为是一次洗牌 我们知道这个中共19大马上就要召开了 那么究竟现在这个习近平的人事安排 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两位嘉宾觉得 那么在19大召开之前 还会不会再有大的动作 夏教授 本来人们议论的说 这个北戴河会议之后 大局就会定下来 但是到现在看 好像还有一些可以这个权衡的方面 所以还不是这个大局已定 还在争斗之中 那么现在呢 争斗的情况也还是蛮激烈的 就是说 可能不到最后一刻啊 都看不出最后的这个到位 谁是常委 现在都还不清楚 有很多的未知数 包括王岐山 是走还是留 还有现在一个说法 说这个汪洋要进入常委 说刘云三不讨喜欢 可能会出局 这都是传说而已 对吧 从前段时间来看 习近平不喜欢团派的人 那汪洋也算团派出身 那这个刘云三说是江的人 到底用还是不用 意识形态上 有人说是他给 有意的是高级黑 但实际上呢 习近平自己的讲话 跟这个刘云三的那些腔调都差不多 所以呢 这些我觉得都不是一个 最重要的理由 好 何敏先生您来总结一下 刘云三呢 当然是19大政治局常委 是肯定没有的 那么汪洋会不会有呢 现在也不知道 大家外面的查证是因为是巨师马迹 就是说 因为汪洋在这个 G20的高峰会议上面 站在他的后面 好像是很亲近的一个人 其实呢 这是显示出来呢 习近平已经把这个国务院的很多的权力 拿到自己手里 那么只管这个代位经贸工作的副总理 那么呢 这个汪洋出现了是一个正常的职位安排 好 下面这个话题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被称为震怒中南海的 辽宁人大代表会选案 据财经网之前的报道 8月26日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玉卓 被立案审查 应涉及会选案 那么辽宁已有三名 省级以上的官员落马 9月13日 新华社的报道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辽宁省选出的45名 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因会选被取消 此次涉及会选的人数高达500多名 那么这次的会选案 被这个中国的一些媒体形容为是 中国会选天字一号案 那么我想作为中国的老百姓 必须要听到一个原因 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它是一个偶然事件 还是一个日积月累的爆发 夏教授 他这个是应该说 由来已久的事情 全国各个地方都有 而且不是今天才发生的 为什么现在把它拉出来呢 一方面当然说它是比较集中 但是以前也难道就不集中吗 它只不过以前没有曝光 在19大之前搞这样的事情呢 只能说明这个中央是不是要对辽宁省洗牌啊 还有人说是是不是敲打敲打这个李克强 过去他在辽宁任职啊 这个说法很多了 但是你想会选是一个什么性质呢 中共的这样一个选举 大家都知道是个假选举对吧 就算是没有会选的话也是党内早就定好的 这个代表们只是投投票装装样子而已 那有人说了 会选比这个假或者由上级指定还好的多 因为会选呢至少让这个代表感觉到这个选票还是有价值的 还是能够卖的 还能给自己某点好处的 那要是连会选都不能的话直接是由上面指定的话 那大家只是装装样子而已 那么就是说中共这种假选举其实不是在一个地方 是在所有的地方都发生 我记得在90年代初就有一个例子 当时安徽省把那个省长选下来了 那个省长水平太差 叫福西寿 当时大家都不选他当省长 结果中央的要求他必须当省长 而且还打电话 胡锦涛当时是二把手 胡锦涛专门打电话给安徽省说 你们必须把他选上 以后中央再做安排 结果过了半年 他当选了半年之后 才把他调到其他地方去了 所以说有的时候 就是说不管你代表喜欢不喜欢他 你就必须选 一次选不出来 两次两次 甚至不让回家 就安徽省那一次呢 就是说今天这个投票 不能按中央的意图实现的话 大家都别回去继续投 一直到投到中央满意为止 好的 何斌先生 那我们知道这次是45个人大代表的这个权力 被罢免 那么出现这样一个影响 不仅仅是在辽宁省 已经影响到整个全国人大了 您觉得如果像夏教授说的那样 之前这种想象就存在 那为什么这次 中共要全力彻查这次事件呢 有没有什么背后的原因 第一个 中共就没有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这一说 这个说话根本就不存在 现在谁承认 这个中国存在 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了 哪一次人民代表大会 不是通过内部贿赂的方式 才能成为人民代表大呢 除了几个装点门面的 或者是特来修的 几个老干部 让他再延长几年享受待遇 报到人大去当一下代表以外 有几个是 不是贿赂上来的 我觉得我非常蹊跷 这个事情非常蹊跷 我甚至不认为是简单的针对这个李克强 或者是辽宁王明的这个问题 很有可能是一个政治倒退的一个信号 我觉得在民主发展的过程中间 就是会选是比内定的是一种进步 虽然会选是不好的 是不应该承认的一种选举方式 但是至少反映了他某一种活力 某一种机制 某一种运作的方式不再是内定的了 那么辽宁能够出现这么大幅度的 篇幅的这个会选 那么我觉得这个里面的政治程度 可能不像现在媒体 所披露的那样 更不像媒体 所评论的那样 更不会是 感觉到好像中南海投影 震落起来 我觉得他们震落的是什么 很有可能是辽宁的政治进步 很有可能是辽宁在尝试 某一种 政治性的方式 咱们讲白了一点 会选相对于内定来讲 是一种进步 是一种机会 是一种民主的芒芽 好的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希望两位嘉宾快速的来解答一下 就像刚才何平先生说到了 说这次会选事件暴露出来 中国人大选举制度的一些漏洞 那么现在这个事件 中国政府只是当作一个单纯的 收贿案件来处理 两位觉得 那么这次事件的爆发 会对中国人大的选举制度 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夏教授 我觉得这可能老百姓 会由此更加的关注 这个选举的过程 但是实际上 无论他怎么弄 有的老百姓也说了 反正跟咱们没关系 那这里面就可能是 有没有可能中央指定的人 就是在地方选举的时候 被扔到一边去呢 就像我前面讲的 那个例子一样 那现在假如说 辽宁省出了这个事情 中央震怒 给他一个打击的话 其他省可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要不然的话 每个省 你中央指定的人选 其他的底下的人 他有意通过其他方式 只要最后的结果 不是你中央指定的人选 那不管是叫会选也好 还是叫其他的 暗箱操作也好 最后呢 中央肯定是不满意的 好 何平先生 人大这种机制的存在啊 是对这个民主的一种亵渎 是对这个中国政治进步的一种阻力 如果没有这么一种机制 你就是直接的是一种专制体制 大家还更清楚一点 中国的问题的一切的麻烦 一切的这个纠葛 一切让外交动作不清楚的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他有太多假的 史边无以为真的有这么一个立法机构 他真的还立下法律出来 而立下这些法律是干什么的呢 他不是去控制这个全国集团的这个权力 恰恰是控制老百姓的权力 请问这种人大机构要他干什么 所以我觉得我不但对这个 回选这个东西没有兴趣 我对他批评的都没有任何兴趣 我是觉得这个整个人大机制 要绘持才有真正的意义 好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讲解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